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师父常跟我说 你要穿着出家衣服 坐在机场坐在那里 都不能打瞌睡 你不要再 手机 因为我在机场 大家都在看我 天气热的要死 还穿这样 冒汗 你到餐厅吃饭 吃完一定要把网块弄干净 因为免得餐厅老板骂你 佛教徒最没水准 因为一切你都要很小心 因为你不小心 马上会照应 很少人看过我生气 几乎没有 我脾气比你们还糟糕 但我会忍 在面前我都是这样 因为我是佛教徒 我不能放任自己 了解吗 要忍 因为你是个佛教徒 你必须从思想上改变 和行为上改变 所以我也曾经 有很多男众菩萨 跑到寺庙来 师父老婆归一年回来 没有什么改变 我说她 终于给善根 我不够力了 对不起 但是 我说这样好了 你骂你老婆 说归一不好 那你来归一 你做给她看 她说对不起 我还在抽烟不能归一 我说没有关系 你抽烟还是可以归一的 打麻将还是可以归一的 因为归一三宝 如果还没有修行以前 只是一个信仰 那信仰就会慢慢影响你了 所以 那我想我们今天 大家 升起这个大悲心 为所有的人类 归一 只要他们还在世间忙的 都在追求的 他们都很苦 所以经常有很多信徒说 师父我要送我儿子去英国读书 我说你为什么不送他到印度去 送他到我们佛学院来 你让他读十个博士 最后有用 你让他读佛学院读两年 然后他已经知道生命的方向 然后他再去读博士 那有用 他绝对不会去读什么拍电影 什么弹钢琴 因为他知道我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所谓归一是我知道生命的方向 这是最重要 所以我去读社会学 我去读传播学 读政治学 我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博士学位 而是为了服务世界 所以他有一个动机 这个叫三宝弟子 并不是说 我三宝弟子 我还在追求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世界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就是 就是 还没有搞清楚就去努力了 这样就浪费时间 所以我有时候蛮赞叹天主基督教的 从小生下来就带来受洗 受洗以后还是要教育教育 思想教育 所以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堂礼拜一下 要去接受一下思想的教育 叫礼拜天 我想这样是好的 那我们华人好像是生病了没办法了 得来这才要来皈依 那至少他还相信三宝 但是最好各位要把这个皈依的思想 融入到你家里里面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祖先 往生者 他们现在已经知道苦了 他现在就是不要苦了 所以 引导他皈依三宝 可能他投胎做人了 但是因为你今天 引导他皈依 他就在基因里面就种一个 因为这个种子很特别 佛教就说 我做儿子了 我替我妈妈放生 妈妈就会得到功德 妈妈还活着 我做儿子了 我替往生的爸爸 去点灯 他就会感受到那个力量 这个就是佛法叫 业力存在 业力就随时跟着我们走 那我们造了这个善业 去回向给对方 对方就会得到 所以我们就生起这种 你想父母为首有情重 所以我们佛教也是 右肩是爸爸 左边是妈妈 爸爸代表智慧 妈妈代表慈悲 我们要背着爸爸妈妈 以爸爸妈妈为首的所有友情地狱而归道 这个观念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慈悲心 谁会让你生起慈悲心 爸爸妈妈 因为我们对爸爸妈妈那种感恩 没有办法形容 所以我每次在街上看到女儿带着妈妈 我就很感动 我在电视上看到爸爸抱着小孩哭 我就想要哭 这个就是佛教最高的 母子相遇 你要对待每一个众生 但是我看到男人伴的女人 我就不会哭 哎呦 那真的很 这个还真哭了 悲剧 因为这种我有苦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 各位要求父母为首 以对待父母的方法 来对待所有的生命 地狱道 饿鬼道 出生道 希望他们都跟我们一样 归一三宝 然后你今天归一了 带着他们归一 马上他就超度了 脱离是个叫一直得到 而且我们是大乘的归 我们也要带着我们现世的父母 虽然你的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儿子还在那边钓鱼 打麻将 还在那很快乐 但是你现在要 要用这个精神的心灵的力量 引导他 这个佛教很重要 所以经典说 你先生很喜欢打麻将 你趁他睡觉的时候 给他念 拿木钥匙佛 拿木钥匙佛 钥匙佛加持 希望他不要打麻将 他明天睡醒 我今天不打麻将 因为佛力 特别你念钥匙咒 就可以转变他心灵 意识里面他就会改变 这就是一种持咒回向的力量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亲人 世间上的所有的众生 他们在追求成功 追求快乐 希望他们找到究竟的快乐 千万不要走到不归路 所以 那以这样子的心态来归一 这个叫大乘 为所有三善道 为所有三恶道 愿六道众生 都跟我发心归一三宝 离苦得乐 最后呢 找到生命的意义 成佛 所以简单的说 生命的本质是痛苦 各位 哪怕你有钱 漂亮 健康 十个博士 那个都只是一个名字 暂时存在的 没有究竟的 还是会生老病死 还是会变化的 所以生命的本质 都是痛苦 快乐本身也是痛苦 痛苦也是痛苦 因为快乐也是暂时的 快乐也是暂时的 所以 那所以他的本质是痛苦 这一点要聊 那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解脱痛苦 所以我们活着 不能一直往外买房子 找快乐 活着你要解决你的贪嗔痴 因为只要你有贪嗔痴 我值 这个叫烦恼 你就会痛苦 你就会痛苦 这个叫什么 你也叫烦恼磨 真正的磨是内心 你内心有烦恼磨 外面的磨才会附在你身上 这样 要内神通外鬼 所以一个人会有精神上的问题 忧郁症 躁愈症的问题 大部分是他心里有问题 他有一个强烈的想法 一直要怎么样 然后呢 又改过来 然后外魔就会找他 所以可不可以 不能有一点自杀的想法 你要是 我不想活了 自杀鬼 马上就冲过来了 每天拜你 希望你找一点自杀 为什么他可以 他叫替死鬼 如果他能够引导你 你去跳楼 他就被神了好多次 他跳楼 自杀鬼很恐怖的 所以不能有那个 一点点想法跑出来 所以什么心态 召感什么 你是慈悲就召感菩萨 你是恨就召感魔鬼 就会这样 所以生命的目的 就叫解脱痛苦 那生命的意义呢 就是念一下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要 从慈悲 找到生命的意义 而不是从成功 我们要从慈悲 从一些服务 找到生命的意义 像我以前是读观光的 搞旅游 搞饭店 搞房地产 旅游饭店都没赚到钱 那个都是贪嗔痴 但是因为有一点福报 还赚到别的钱 但是就会觉得说 人认识佛教以后 我觉得自己很自私 弄了老半天都是为了自己 从来没有去为别人想 我有一次到越南 河内 那个是北越的吧 买了一瓶口可乐 因为口渴 结果喝喝喝 剩下一点点放在地上 就有一个小孩子乞丐跑过来 问我可不可以给他 他拿了一点点可乐瓶子 很高兴冲去给他爸爸 他爸爸也很高兴 自己也口渴 不舍得喝 就是倒下来给他儿子喝 剩下的瓶子 他可以拿去卖钱 我在这边看 我就自己觉得很难过 那时候我也有做爸爸了 我有小孩了 结果他们这么苦 我到越南还要去吃海鲜 去找女人喝酒 我真的是不是人 然后我只爱我的儿子 我从来没有关心过越南的小孩 我不知道小孩这么穷 我只有想到自己 我那时候就做了很多的思考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 我这样不对 所以我整个人就有一点不讲话 我就不想讲话 那一次出去大家都玩 我从那天我不太讲话 我就一直去想这个问题 觉得自己很自私 从来没有为别人想过 因为你做了爸爸了才知道 别人也是爸爸 他怎么爱小孩的 我只有买最好的给我小孩 我从来没有关心别人的小孩 所以我想各位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虽然贵为皇太子 他有三个皇宫 三个太太 还有五百个宫女在服侍他 他有自己的儿子 但是他觉得很苦 他觉得这个世间皇宫以外的 多少生命都在受苦 所以我不能为了自己 在那边自私的享受 所以他有这种苦 所以他最后决定要脱离世间的这些 去苦行 他要去找出正觉之道 觉悟解脱之道 为这些轮回的众生 所以我想生命的意义是慈悲 所以大家背一下来 生命的本质是痛苦 生命的目的是解脱 生命的意义是慈悲 所以我想各位这是基本你要去思维的 所以你现在你去追求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问问自己 我这样是在制造痛苦吗 还是解脱 如果今天你要去娶一个女孩子 因为他病了要死他 没人爱他 所以我如果去爱他 他就不会自杀 那还有点意义 所以现在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结婚了我赶快怀孕 我说你不要怀孕而已 多少孕而已 人家老外白白的可以认一个黑黑的来 从来没有一个华人要找一个黑人来认养 因为我们好像有一点自私 自己生的是宝贝 别人生的是跟我没关系 所以我就会劝他说 你不要生 你要生吗 那我认一个给你 因为有很多女生要怀孕了 要堕胎 我都劝他们不要堕胎 想尽办法 师父不堕胎不行啊 家里知道不行啊 我没钱怎么办 我们就必须找地方 找地方找钱 小孩生下来就告诉他 这个小孩生下来 我们负责 没有人知道是你小孩啊 那我还要负责帮他找妈妈爸爸 所以各位以后你结婚了 来跟我要小孩 这种是来报恩的 如果你自己欲望而生的 大部分都来讨债的 因为动机是支持我的小孩 如果你动机是慈悲 那这个小孩就是来报恩的 会觉得很有意义嘛 所以我想 我叫讲的是思想的问题 那你真怀孕了 那你要想 我怀孕这个小孩 是要让他去奉献人的 也不是我的面子问题 我要让他读什么书 成就什么 你要有这个思想 这个叫归一三宝 归一三宝是 你现在归一了 佛 法 生 那你要时时刻刻起心动念 任何一个行为 不离开三宝 这个叫一心念佛 我们叫念佛 狭义是念佛 广义是意念三宝 意念佛 法 生 三宝 念佛 念法 念神 按照三宝的思想行为 去引导我们的思想行为 生命 这样我们这个生命 就很有意义 那我们的生命有意义